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来到聊聊 我是森森 这一期我要跟大家说一说 男人爱不爱你 就看看他吵架过后 能否坚守住一些底线 你的心里就会一清二楚 在爱情的面前 不要互相去试探 互相去猜疑对方 给彼此足够的信任 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两个人关系很好时 显示出来的都是很幸福温馨的一面 然而 要想知道男人到底有多爱你 从平时的吵架中就能很好的体现出来 两个人在结婚前或者正处于热恋时期 都会表现得非常的甜蜜 但今后的生活 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更不能保证两个人会不会吵架 有时候过度的甜蜜 也会发生一些小摩擦 真正组成一个家庭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不能及时解决就会发生争吵 对于男人来说 在吵架时能守住这些底线 不让心爱的女人受伤 那这样的男人才值得女人心甘情愿地嫁给他 第一 即便吵架也不会骂粗话 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 但真正去做的不一定能做到 这个能很好的体现到一个人的素质 如果男人具备了一定的修养 无论言辞再怎么激烈 也从来不会说粗话 有些男人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最重要的一点体现就是口无遮拦 这样的情况之下 男人头脑是非常不冷静的 而且素质也没有多好 真正爱你的男人在吵架之后 会为你考虑更会尊重你 第二 吵架时绝对不会动手打对方 对于婚姻生活来说 最让人害怕的就是家暴 而家暴的来源大多数都是男人 很多男人的脾气都非常的暴躁 一旦和对方发生了口角 不分原有的就动手打女人 在这个时候 女人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看看男人到底有没有暴力倾向 如果男人有这样的现象产生 虽然你现在能原谅他 可以后的生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男人一旦对你动手一次 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无法收手 第三 吵架不会跟你争输赢 始终让着你 在你生气时会主动的哄你开心 只有真正爱你的男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舍不得让女人伤心难过 两个人吵架了 即使没有礼也会迁就着你 看见你生气会立马去哄你开心 而不是摔门就走 等着你主动去追他 所以女人一定要看清楚 男人到底有没有担当 他会不会主动去哄你 因为男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和你吵架无论输赢都应当让着女人 因为自己的女人自己都不爱护 最后他就不会属于自己 生活中只有真正爱你的男人 在和你吵架时才会无条件的尊重你 绝不会动手打你 同时也不会和你计较太多的事情 一段感情中总会面临着吵架 吵架其实没有那么的可怕 只要双方遵守着这些底线 哪怕吵上一辈子 同样也会过得很幸福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者看法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和我们进行讨论 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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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